过来看到的就是呢 现在有了声援 这个为了要声援 香港 台湾的学运团体 在昨天晚间 也进入了香港驻台 经贸出来首页 318学运的领袖 陈维婷 林飞凡 要求港驻台办主任 出来面对 还发生了推挤 冲担攻势等等的冲突 而总统马英九则表示 他呼吁大陆当局 倾听香港民众的声音 香港人民要求 普选我们完全理解 并且支持 现在两代表愿意下来 请我们同学 回到原则的位置 来吧 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你不要把我的意思 来挖一句 香港警察把 吃了牙子 带进去 救护家里面啊 选事团体在办事处 真的火热 而总统马英九也出面回应 对于香港人民要求普选 我们完全理解 并且支持 入香港的机构 目前为止还安全吗 安全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目前旅游警报还未警示 但提醒民众 以爆发流血冲突 最好尽量不要前往 记者综合报道